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Microsoft最新的藍光滑鼠 那它叫Explorer 有2.4G 那讓我想到Explorer中文就是探險家 那為什麼叫探險家 因為它可以到處探險 所謂到處探險就是各種材質上 衣服、地板、花崗岩 那任何材質它都可以去所謂的上網 那對於這些重度的使用者 我覺得這個需求是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何去使用這個東西 外觀的部分 它的造型不錯 非常符合手的這個Shirt 然後看一下它這邊右鍵、左鍵 然後這邊還有兩鍵 然後我最欣賞它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滾輪比一般的滑鼠好非常多 所以它在滾的時候非常有質感 不會像一般的滑鼠非常的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後面這個藍光的部分 那我等一下就為各位直接來介紹 為什麼它叫Explorer 因為它可以在各種材質上去做滾動 我們現在帶的這個Explorer 對來去探險 各種材質先在桌面上 桌面上是一定OK啦 因為這個已經是超級藍光 所以看到我的超級大滑鼠墊 就用那屁股光滑的月球 一樣很輕鬆 可以抓到我要的 這個材質 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那 我的衣服 衣服 隨時讓你可以 把衣服脫下來 一樣可以很輕鬆的 可以抓得到 一樣可以上網 再來 家裡的地毯 要是想家裡很輕鬆 可以趴在地毯上 一樣可以 所以知道它的厲害 為什麼藍光 一般的紅光是做不到 唯一就是有藍光可以做得到 現在是有藍光可以做到 你會被人工知